在飞行作业时偶遇风速过大的情况 我们有什么样的应急处理方法 今天为大家演示跳转航点方式 实现紧急避险 飞机正常起飞盘旋上升至设定高度 并按照预定航线飞行 时刻观察飞行情况 遇到风速过大 20米每秒时我们可以紧急处理 选择跳转航点42号点 42号航点其实就是返航保持高度点 航点高度需于作业航线的高度一致 接着我们需要修改飞行空速 打开配置条时 找到基本条餐页面 将空速板块的巡航速度修改为22米每秒 点击写入参数 这一步主要是为了加大空速 同时地速也会增加 达到5米每秒左右 避免飞机飞不动 到达42号航点后 会自动前往43号航点盘旋降高 最后返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